知名幼儿临时传出重金属超标 石药署公布了一周边境查验的结果 那么总共有13项的产品不合格 其中来自日本的知名宝宝饼干 卡勒比斯莲幼儿香味条 部分批号被验出重金属格超标 一共有19公斤的产品需要退运或是销毁 而石药署表示这个品项是半年来首次违规 接下来对于业者从日本输入的同号列产品会提高抽验率